龚丽姐是有儿子的 有什么 儿子 有儿子 我也有啊 我有两个 奇怪吗 龚丽姐是真的有儿子的 是我生生的人 不是卡通形象 是吗 真的 演得了潇洒女子 扮得像老实芭蕉的农村妇女 嫁得住泼辣热烈的女人 从18岁黄花大闺女到六七十岁的妇人 年龄跨度如此之大 却不会让观众觉得别扭 曾对着媒体信誓旦旦的说 要在35岁之前嫁给张艺谋 并且给她生四个孩子 最终却嫁给了大自己18岁的国外人 她就是娱乐圈的龚皇龚丽 龚丽的成名源于洪高亮 当初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和初次拍电影的张艺谋 而并不被人看好 但正因为此次尝试 让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一个国际奖项 人们也因此认识了龚丽 可以说没有张艺谋 就没有龚丽 张艺谋拍的很多大电影 也都请龚丽担任女主角 在成为著名影星这条路上 龚丽十分幸运 而她的私生活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但是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保持着低调和谨慎 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她的私生活也是个谜 龚丽的情史可以说是有点荒唐 在她结婚之前有过三段真真假假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你们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的关系 但是现在事隔多年 大家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约理以后 现在再在一起合作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和关系 情感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老朋友这种情感了 就像一个很老的很长时间的朋友 与张艺谋陷入热恋时 张艺谋已经是有妻有子的人了 虽然后来张艺谋和妻子离了婚 但张艺谋并不想和龚丽结婚 龚丽意识到自己跟张艺谋之间的爱情 早已不是所谓的灵魂伴侣 而是互相利用和依赖的合作伙伴 最后只能忍痛与她分手 而龚丽和富商黄和翔在一起的十几年中 并没有太多的甜蜜和浪漫 他们更像是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朋友 如今她与法国的音乐家米歇尔 不受年龄和文化的差异影响 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情感和灵魂 由于对事业的执着 龚丽曾表示不想生孩子 她说我不想要孩子出生后和没有妈妈一样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一档娱乐节目上 龚丽却惊人地自爆了一个秘密 她居然有一个隐藏了30年的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先天聋哑人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一个顶级影后原来有一个残障儿子 那孩子是她和谁生的呢 为什么她要隐瞒30年才公开 原来龚丽的这位儿子名叫高信 龚丽是在拍摄电影 漂亮妈妈 遇到这位小男孩的 虽然她听不到也说不了话 但却十分可爱也很开朗 龚丽对她感到非常心疼 所以在电影拍摄结束后 她一直关注着这位小男孩 高信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为了帮助她 龚丽决定收养高信 将她当作自己的干儿子 教她识字 说话 赞助她学费 对她的生活给予了关怀 尽管有先天的缺陷 高信却在龚丽的帮助下 加上自己后天的勤奋 与努力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龚丽也非常欣慰 她十分骄傲地说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当她开口叫我妈妈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礼物 龚丽说完后 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而之所以不公开 是因为她不想孩子受到媒体干扰 也不想让她承受太多的压力 她想让她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有一个自己的生活 给我看一下 妈妈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 衷心感谢 祝妈妈青春常驻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工作顺利 这个是高新 高新就是龚丽姐的儿子 我拍那个漂亮妈妈的时候 那个小演员 她是听不到的 她是真正听不到的